好 這裡是安來Radio的重要流行網 歡迎再回到理財生活通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了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已經到了 今天就要來拯救一下我們台灣同胞了 怎麼樣吃吃喝喝了 好 換一下我們專業的菜籃竹 楊賢英 楊老師 楊老師好 玉芬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剛聽那個飛龍講的聲音 楊貞男人好好聽喔 為什麼我都講不出這麼好聽的話 我覺得你聲音也很好聽啊 你要不要戴一下耳機 你就可以聽到你自己那個聲音 下一段我請費用給你那個耳機 我覺得一定很難聽 先跟簽一下父親爸爸說父親節快樂 對 我覺得 跟我們家那個AI也跟他說一聲 父親節快樂 往年還要靠你 請多多指教 請多多照顧 好 買菜了 買菜 我剛剛就露出馬腳了 對 我就跟楊老師講說 菜沒有那麼貴啊 人家我買一把那個現菜 我說才50塊 沒有 你說40塊 對 一把現菜多大把 對 馬上就被試錯 然後不要 我跟他說一斤才一斤40塊 不可能有斤的啦 現在 結果真的不到一斤啦 因為我買也是一把嘛 他那個一把又不是很大把 現在的菜很奇怪 有時候會是添加看你要在哪邊賣 我昨天 我今天他有在我的FB有播說 昨天我到菜市場 因為昨天我反正我每個每個 每個禮拜都要去一到兩天去觀察一下嘛 昨天去問所有的菜喔 所有的菜一百起跳 可是說實在我們不會買到一斤啦 你會買到一斤嗎 當然會啊 你看今天份榮就買到一斤啦 你那個是一斤啊 這麼多啊 怎麼會多他吃兩餐就沒有啦 吃兩餐啦 因為我們家是不會買到一斤啊 一般都 我們想說像這個地瓜葉什麼 都是一斤起跳 那有的比較貴的 像青江菜的話可能一百二一百四啊 對啊 所以不是有一個人以前不是講 菜貴就吃肉嘛 對不對 官員講話 可是我覺得是對的 那你蠻適合去當官的 你講的話蠻機車的 我還講是說 假如這個時候你把買菜 就是說你怎麼調配的方法 調配對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省到錢 就是肉多一點 因為主要是吃素或不愛吃肉的 可是你要是肉弄得好的話 搭配比較貴的青菜 其實是可以平衡的 所以我建議說可以的話 你就趁這個機會買肉多一點 你說的是比重的問題啦 比方說你如果菜貴 你菜少一點肉多一點 對 然後你肉可以這個時候買多一點的時候 你存起來的話 因為我們肉可以放冷凍嘛 我們這上個月不是有教大家怎麼樣 乳很方便的話 乳豬腱或乳牛腱或乳什麼東西 你可以放冷凍乳好放冷凍 那就是未來你那個菜 就變成你有肉以後 你就可以把那個買肉的錢 就可以買菜啦 這樣子平衡 我每年到了大概七月 有颱風季節的時候 我就是這種平衡法 這很重要馬上要學 那當然剛剛那個來的時候 我跟這個楊老師講 講了一句話就是那個 餡菜肉餡了嘛 就講得起來 他就跟我說你買的根本不是一斤 你敢買一小把 那第二件事情是 楊老師也跟大家出了一個題目 就是說他今天時間有限 他只能講一個 那大家可以選一下 今天要楊老師講什麼 你可以選一或二 一是教你做酸辣湯包 二是教你四百元吃兩餐 兩到三餐 四人份的話是兩餐左右 大家就簡單講一或二 一就是酸辣湯包 二就是四百元吃兩到三餐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粉絲團留言 你要一還是二 所以我們待會也會跟大家講 你就講一或講二 好那我們現在講就是 為什麼菜價這麼貴啊 颱風天啊 淹水啦 對不對 你總是再長出來還要時間 對一定要時間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青江菜要是小小的話 都是搶收的 因為我們的青江菜都不是比較大 大概十幾公分 現在大概十一二公分 大概都是在搶收中的 所以那個時候農藥什麼 可能稍微多 就要泡水久一點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講說 可以買的是什麼 這是我在傳統市場看到的 因為今天的果菜市場 賣菜的休息賣肉的 他很奇怪現在我問那個菜攤 我說為什麼都沒有人開店 他說今天是公休啊 我說問題有肉啊 肉攤在賣 他說肉攤跟菜攤 有一個月沒有一天左右 是禮拜四輪流公休這樣 輪流啊 對 好那我就我還好有去 還是有碰到一兩個菜攤 我熟悉的嘛 那我實在講是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傳統市場 比較沒有受到這個限制 我覺得可以買的第一個首選 就是印分一定很意外的 就是高麗菜 對不對 因為高麗菜一般到了颱風季節 都是天價 什麼兩百三百四百五百 去年你記得嗎 都要到五百塊起跳對不對 一斤都要一兩百塊以上 今年很奇怪 稍微高三的高麗菜 有點尖尖的 只要五十九到六十塊一斤 算便宜啊 就比起我們來剛剛講說 地瓜葉一斤一百來講的話 算便宜 因為他比較沒那麼會數 不過他沒那麼大顆對不對 還好就是中等的差不多一顆 我上次我上禮拜買的是五十塊一斤 一顆大概才一百零幾塊 一般正常的這樣 他不是很大顆也不會很小 他是說高三的 那未來有沒有我們不知道 我是說未來會不會有這麼低價 不知道萬一他出境了 就是說因為那時候可能急得採收 因為他知道颱風嘛 他萬一說把他全部賣完了以後 會不會有天價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高麗菜可以 對因為高麗菜可以放比較久 那之前我們一直有教說高麗菜怎麼保存 比方說你可能先把外面一兩片葉子剝下來 剝下來以後那兩片葉子還綠綠的話 不要丟掉 因為現在這麼貴的菜 然後洗乾淨一點 然後就泡水泡久一點 洗乾淨然後切絲可以煎蛋嘛 可以可以做其他的 我通常都拿來煎蛋 所以高麗菜可以買個一到兩顆 你可以做泡菜嘛對不對 泡菜夏天吃蠻好的嘛 然後呢 現在有出來佛手瓜 就有點像拔蠟那種 我看過網路 有人說買了這拔蠟怎麼不好吃 結果他說那不是拔蠟 那佛手瓜 我真的看過 我覺得好好笑 對 佛手瓜很意外 但一斤才25塊 他們一顆也25塊 可以炒個一盤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就買完以後不要放到冰箱裡面 就先削皮 買了越早削皮是越嫩 你放它會慢慢變老皮 對 削皮切絲或切片隨便 一般很多人佛手瓜 是拿來煮湯 你先切好以後 吃不完的 就是說你大概留個四天量 是在冷藏 就放保鮮盒 那其他就放密封袋 放冷凍 他就直接炒來吃就可以了 所以切絲啦 切片 我就覺得是OK的 甚至你要煮湯切塊也可以 那當然紅蘿蔔我們不用講 紅蘿蔔其實也有漲了 大概一條紅蘿蔔也漲個五塊到八塊 一條啊 一條以前一根是十塊 現在是三根五十塊 所以你看紅蘿蔔莫名其妙也漲 那當然我會希望就是說 高麗菜買了佛手瓜買了 然後你可以搭配的菜 比方說像大白菜進口的 像花椰菜蘿蔔那都可以搭配 因為花椰菜其實 比照那個地瓜葉來講 它算便宜 因為一顆花椰菜稍微大一點的 才五十塊 只要像玉芬他們家吃不多的話 可能可以吃兩餐 萬一你又加了紅蘿蔔又加了菇的話 你就可以吃三餐 所以這種方法就是讓 有吃到菜 可是你會覺得沒有那麼貴 這樣至少平衡一下 所以我就建議說 這時候還要買個綠豆芽 或者是黃豆芽 記得買回來 今天爸爸姐就好好的巴結 你們家那一隻 你爸爸姐你還要叫人家做事啊 你還要把那個鬚鬚剪掉 巴結一下 對 我覺得你的手好棒 好靈巧 幫我剪一剪嘛 剪那個須 我一邊看電視一邊剪 我覺得你剪那個肉羊尾巴的手好帥喔 這樣子 好不好 爸爸姐可以講一點噁心的話 噁心 噁心還是真心啊 我覺得麻筍還是可以買 因為麻筍五十九塊 還有嗎 我在市場都沒看到 還有還有 麻筍還有還有 甚至於在超市也有 一個好像七十九塊 我覺得麻筍因為它不會縮水 可以買 就用這種方法可以買 我是說 你假如說傳統市場買 是我剛剛講有點像葉菜類的 那我們不妨還要再走進超市 因為現在超市像高麗菜 大白菜進口的菜 它一定有 一定有備的 好 就兩邊平衡一下 菜蠻多的嘛 菜蠻多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我們現場的是楊賢儀楊老師 因為我們在那個今天 有一點點小調整 就是說 請問大家一下 最後想要知道 每月的一個料理 是叫做酸辣湯包呢 還是要 一就是做酸辣湯包 二就是四百元吃兩到三餐 的一個料理 好請大家投票 我覺得最好笑是有人說 一加二 不就是時間有限 請大家選一個啊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二 二比較多 我們待會 反正楊老師他電腦帶來了 所以他的資料都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 所以剛剛講一個關鍵點 就是買菜 剛剛講了均價六十塊以下 可以下手 然後買高麗菜 佛手瓜 紅蘿蔔 紅蘿蔔 我其實不喜歡吃紅蘿蔔 但漂亮 可是漂亮 它會讓你有變大廚的感覺 你想想看光一個綠綠的菜 也不怎麼樣 而且現在又漲價 所以我通常在台風季節 我會建議大家會買豆芽 是為了什麼 你要是高麗菜 你想想看高麗菜 你一盤多少很貴的話 你只要一盤高麗菜 你要炒個五片的話 你只要炒個兩到三片 然後你加點紅蘿蔔 加點豆芽菜 你會覺得那個菜突然變多 然後口感又不一樣有點脆 對 豆芽菜加 對 你們沒有試過超級 沒有 就算一起燙一起調味 好吃 好吃 對 就是紅蘿蔔先下 因為我不喜歡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先下 就有點稍稍軟 再把 喔它比較軟一點 對對對 再把高麗菜 高麗菜切粗粗 大概一公分的絲 有沒有 然後再把豆芽菜放下去 然後馬上撈起來 開玩笑現在豆芽菜也長了 可是還好只有長五塊嘛 那你炒菜都沒有放肉絲 我跟你講齁 聰明的人千萬不要把 肉絲是主角 青菜炒肉絲 什麼青椒炒肉絲 它是變配角耶 對不對 那你不覺得本目 我不喜歡這樣 所以沒有沒有 我們聰明主婦一定要記得齁 那是青菜那是主菜好不好 別放肉絲 要不然肉絲變得冷 要不然你那麼辛苦的 設計了三道那麼好的菜 然後人家挑到肉絲 就全部只吃肉絲的話 不要齁 有人說三層肉一斤就要150 算便宜啦 我們那邊開始已經有到180了 對 150我覺得算便宜 因為我到果菜市場買就要180 可以啦 現在我不是講了嗎 吃肉比吃菜好 反正你回到我們上個月講的那一段 就是滷的方法 你買回來就不要放冰箱 因為我們夏天比較快速 又比較省電又省瓦斯的方法 你買了以後先冷水汆燙 然後用我們上個月講 用滷包啊什麼把它滷好 隨時你要吃多少拿出來這樣子 用這種方法搭配你的青菜 當然你假如炒高麗菜 三層肉炒高麗菜 也是可以少少的肉這樣子OK的 我覺得這種方法讓你的菜架整個平衡 試試看 因為日子還是要過嘛 對不對 有方法 然後說你再加上最健康的 比如說你加了黑木耳啦 加了菇類啦什麼的 你看那個五色就出來了 就漂亮了 就漂亮 然後你的菜 貴的菜就可以把它降低一點 對不對 反正都是一樣一盤嘛 所以試試看聰明祖父 很多方法總會讓你很開心的度過 我們有聽眾朋友講說 現在看到菜只有現菜跟空心菜 我是沒有看到空心菜 但我有買到現菜 空心菜很貴耶 我們那邊空心菜一斤要120耶 一斤120 是的 是有看到可是很貴 旁邊的價錢也瞄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那邊怎麼樣 可是很貴 你可能要挑市場 像今天那個雖然國菜市場公修 還是有一兩攤在賣的時候 有稍稍便宜 我今天就幫費榮買到一斤50的地瓜葉 這可以試試看 你只要記得我們剛剛講均價60塊以下的 就可以買 大膽買進 可是你要記得這個買懷你會不會保存 你要不會保存一下壞掉的話還是不行 就不用買太多 所以我剛剛不是給費榮那包地瓜葉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蓋一個抹布 不是白色的毛巾那個白的很乾淨的抹布 濕濕的 我從一塊兒去先把它挑掉 沒有沒有挑掉兩三片爛的葉子 還不錯 我就趕快那個濕的布有沒有 毛巾之類蓋下去 然後放冰箱冷藏 帶過來他回到家 放個兩三天 是OK的是好的這樣 餡菜要怎麼煮才好吃啊 就隨便啦燙一燙就好啦 真的嗎 對我都是燙一燙 然後加個可能大蒜什麼的 炒一下 就炒一下就好了 因為夏天很熱 對我也懶得去弄什麼晶瑩蛋餡菜 對對對 因為我本來也想煮 後來發現沒有皮蛋也沒有鹹蛋 對不用齁 就用大蒜炒一下 炒一下這樣就好了 甚至說你把它全部汆燙好 因為現在的餡菜其實很容易壞掉 不好保存 因為經過一個水災嘛 那有沒有泡到水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就算是沒有的話 它還是會有雨啊什麼淋到 所以買懷後 我會建議餡菜比較不耐保存的菜 你買懷以後洗乾淨 乾脆就是不要剝的太小半 就大半一點燙過以後 麻油啦大蒜拌一拌 它變成涼拌菜的一種 其實也蠻好的 我只不喜歡那個餡菜還要吸 對可是那個你把它撕掉以後蠻好的 尤其是現在有出一種叫做野生餡菜 鳥杏 它就叫鳥杏 就是叫鳥杏菜這樣子 它的味道跟餡菜一樣 可是是比較傳統的 比較古老的 是日本品種的 我在我前幾天買到一斤是60塊 它那個梗就是像講要剝絲 對對對那我是買到這個 對那你就先把葉子摘一摘 有有有 那我還要吸一下 好麻煩喔 慢慢撕開來 我們家又沒有AI 人工機器人 慢慢訓練它的小生子 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另外就是我們有看到新聞說 九層塔香菜蔥 九層塔 長很多 一千塊一斤 九層塔還有香菜根本都沒的 看不到有賣了這樣子 對 所以九層塔的話我覺得 像芹菜來講的話 我也喜歡吃芹菜 好香喔 芹菜還有替代的 比方說有西洋芹 到超市 因為西洋芹你也把它那個梗切細 再切它是芹菜的味道 是啦是啦 但我還是喜歡吃台灣的芹菜 一樣差不多啦 沒有它總比有魚 有蝦總比沒有好 它葉子你就不要摘掉嘛 葉子就替代芹菜嘛 那個葉子 然後就可以 那個什麼煮個魚丸湯 是可以丟下去 我覺得魚丸湯就是少不了 對不對 一定要有一點芹菜 我們先休息一下 請一下廣告 好歡迎來理財生活通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專業的菜籃族 楊仙英楊老師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九層塔香菜 還有蔥聽說也很貴啊 對那九層塔香菜比較沒有什麼替代的 我先講假如說真的想要什麼做 什麼餅什麼餅的話 我倒覺得現在還有油菜 我聲音還不錯耶 好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就是那個楊老師想要聽他自己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給他戴了耳機了 因為我覺得我聲音好難聽喔 我覺得你聲音很好聽啊 嗯太好了 好我來講是說 假如說你真的想要做什麼餅之類的話 我曾經有試過就是油菜 做成像雪裡紅 我只是把油菜的葉子拿下來 跟梗分開來 然後就加一點鹽 就是加百分之二的鹽 不要太顯 就不是加了鹽以後他不是會出水會變軟 然後把它捏掉以後就切碎碎的 然後就像蔥油餅一樣 就是擀一個餅皮嘛 然後就抹油 然後就把那個油菜的那個葉子這樣鋪上去 這樣捲起來 那是另外很特殊的那種菜 叫不是蔥油餅 叫菜油餅 其實油菜我覺得還不錯 油菜就是有那種嗆味嘛 要是有小芥菜也是可以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樂趣嘛 假如說真的沒有蔥的話 你怎麼辦就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不曉得別的超市有沒有賣 可是我在農會的超市 他有賣那種乾燥的蔥 可以買乾燥的蔥 對乾燥一整把一大袋好像 現在多少錢我不知道 有賣乾燥的蔥 因為農會他們都是跟那個農家 契作或什麼太多的話 他們會做這種工作 就是會有乾燥的蔥 稍微不要泡水 就是稍微比方說你要煎蛋 或者說要做蔥油餅的話 放到油裡面讓它慢慢泡開 多少少那個蔥的味還是蠻夠的 就可以用那種方法取代 至少是便宜的 因為一大袋 兩百塊錢左右 不然煮湯也可以撒一點 對都可以 因為那個還蠻方便 就是把它封起來的話 就像煮湯我撒上去 或打蔥花蛋什麼 我覺得都可以替代 只是沒辦法當滷味的前面的菜 那個蔥 可以這種方法 那至於九層打那些的話 我通常會想要自己種種看 哦 你有種成功嗎 有種成功 因為反正就是 我女兒家有那個什麼 那個廚餘雞有沒有 就是水果啊什麼 就是弄成那個什麼肥料有沒有 我有一點心動耶 你沒有農地的話 千萬不要 太痛苦了 它乾燥時間要很長 對對對 現在目前我覺得 我還不會想要買 因為太麻煩了 假如說你家水果真的多到 又沒辦法丟的話 我覺得這是個好方法 那第二個是 你要想辦法送人家那個 那個乾燥出來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土地 你就是一個小小的盆栽 根本都來不及 對 廚餘就是要當成肥料 對 對 這個方法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很多朋友就說 那你有話收集給我 他有農地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的 對 就是用這種方法 讓這個菜架 這個蔥啊 芹菜那些試試看 那洋蔥也是可以取代一個方法 洋蔥 對洋蔥也是蔥嘛 假如說你不介意的話 當然洋蔥會比較甜 洋蔥炒蛋好好吃喔 很好吃 對我們有時候會 像今天早上我的蛋 就是用洋蔥炒蛋 我通常會比較懶 比較懶是什麼 因為我很不喜歡 炒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通常一個禮拜 我會把 像這次我會加洋蔥 加紫洋蔥白洋蔥 切絲 然後我跟胡蘿蔔絲 你看我那麼討厭 紅蘿蔔一天到晚就買它 因為它漂亮 你根本就外貌協會的 對很漂亮 然後我就也切絲 切細細的 先把洋蔥炒香 比較沒有水分 因為我把紅蘿蔔放下去 再炒一炒 炒到軟我就拿起來 拿起來後就取部分 跟蛋打在一起 就直接煎蛋 這樣好好吃喔 這樣省了什麼 下回你在洋蔥 紅蘿蔔炒蛋的時候 你就不用炒洋蔥跟紅蘿蔔 直接取出來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很多工 可是這種方法我覺得蠻好用 至少很多人在裡面 紅蘿蔔 像我這麼不愛吃的話 你會忘記它會壞掉 可是我這方法一次把紅蘿蔔炒好 我也喜歡放一點 煮湯放一點 炒菜放一點 對 就覺得它很漂亮 滷那個紅白蘿蔔味 放一點紅蘿蔔 醃什麼都加一點 對就漂亮 所以一個禮拜我會買個三條紅蘿蔔 就有一條 所以先拿來剛剛炒蛋用的 有一個是切絲的 那有一個可能是切塊的 都先切好 然後一個禮拜之內我放保鮮盒 我放冰箱冷藏 因為我很 我這很不喜歡紅蘿蔔的人 看到它就不想碰它 可是你切好以後 你就會順手 比如說我們剛剛炒高麗菜 你就順手拿那個保鮮盒出來 撒個兩三片幾絲 就很漂亮 可是叫你拿出來再洗乾淨再切 懶的 好懶對不對 所以用這種方法試試看 因為紅蘿蔔其實是蠻健康蠻營養的 然後少少一點點吃不出味道 可是這樣方法它可以讓你的菜的份量變比較多 對啦如果這麼貴 你當然就是替代一下嘛 人夜門沒有什麼非吃不可的吧 對像我這樣不吃的也都吃了對不對 那個我們現在持續票選2的比例越來越高 對只有一個人說1加2 都大家不想吃酸辣湯包 那也可以下個月講 我還蠻喜歡吃的 對下個月可以講 大家目前看起來都是選2 所以楊老師待會要教我們那個 400塊錢吃2到3餐 對4人份的 4人份的喔 對試試看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太會炒菜 你不要怪我怎麼炒 可是我覺得我這個方法 可是我跟你講 我每次看你的早餐 都覺得很生氣 因為都不來我家 怎麼都沒有帶給我吃 而且都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是很健康的 然後是低醣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今天比較多 因為今天爸爸節比較多 就是多了那個紅豆豆花 還有多一個什麼膏這樣 那平常我們的那個 就是澱粉類比較少 對都是蛋白質 還有什麼纖維啦水果啦 什麼通通都有 就真的漂亮然後健康 對自己做嘛 對又不貴又很好做 可是我要講是沒有很香辣 是因為我的東西都很原味 可是是健康的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就是用這種方法 不要排斥他說 這個我不吃那個我不吃 你試試看 就一點一點的接觸 因為每一種食材 都有他的營養跟健康在 那個成分在 對 那我們要講一點水果啦 對 現在的水果呢 我今天有去問 我問他說 芭樂有甜嗎 微微甜就很感恩了 因為夏天的芭樂算便宜 因為一斤35塊 一斤35塊左右 可是呢 因為夏天的芭樂 本來就不夠甜 可是台灣的芭樂都很好吃 他說有微微甜 你就要感恩了 你看老闆都跟我這麼講 好吧適合 比較不愛不能吃糖的人吃 這個搞不好是糖尿病患者的那個 最適合的水果 對 香蕉也算便宜 可是現在 對現在台灣產的是葡萄 現在台灣產的像颶風葡萄 我們平常有時候季節不對的話 你吃到葡萄會有點澀澀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最近這一陣子的葡萄不會 大概雖然不便宜 可是可以值得買 因為這個季節是最好吃的 那芒果已經過期了啦 對啦 芒果沒有了 對 火龍果可以買 火龍果現在還不錯 火龍果好吃 我們先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們現場的就是我們專業菜籃組 楊仙義 楊老師 我們把水果這個講完 剛剛有提到就是火龍果啦 芭拉 葡萄啊 可是我覺得那個市場上有那個水蜜桃 水蜜桃有 其實目前假如說你不要買到太大的話 不算貴 我昨天可能我們那邊菜市場還好 就是大概像歐吉亞番茄這麼大的 一般的啦 一顆才20塊 算便宜的啦 然後水蜜也出來了 我覺得水蜜也蠻好吃的 水蜜稍微有點偏貴 可是很好吃 因為我們家來講 食量不大的話 大概有6顆或者7顆是400塊錢這樣 是貴一點 可是它那個很嫩很好吃 可以就是目前的高低價的水果 大概就是芭拉火龍果 火龍果你說便宜也還好 它現在又出來這種火龍果是金黃的 就是黃皮的裡面是白肉的 欸我沒看過 對我還有買 我還有看過 我還有吃過是紅 就一般的皮裡面是粉紅色的 我吃過啊 味道差不多 但是好漂亮 很漂亮 吃起來好夢幻 對好夢幻啊 而且聽說很貴 對我不知道 反正我朋友他種出來的 我覺得好好 可是他說那年種出來以後 他就再沒有種出來過了這樣 對可以 我就用嘗鮮的方式 因為這個年頭就是 你要吃到非常的多的話 很難 你要吃很多的話 就是香蕉跟芭拉這樣子 那鳳梨這兩天也沒什麼看到 我目前也沒什麼看到 所以水果就朝這方面 就是吃少少 可是我真的建議葡萄還可以 因為我前兩天買了葡萄 因為我不愛吃葡萄 尤其是台灣的巨峰葡萄 你為什麼不愛 他會很澀 有時候會吃的季節不對 會嘴巴會澀澀的那種感覺 這次完全不會 而且好甜喔 葡萄好吃啊 是好吃 可是就是有時候會買到不對 會吃到澀的 那我問他們 他們說因為你的季節不對 對所以這個時候正好是中西 可以吃吃看 好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談 菜價這麼貴 什麼都很貴 水果也貴什麼都貴 肉你說也不便宜 那到底外食 比較便宜還是自己煮啊 你有沒有算過 費榮說很感恩很便宜 他說的 他說昨天他吃了一個叉燒肉 叉燒便當 他說滿滿的叉燒都蓋住飯 看不到飯 他沒有聽到 我跟他說你有沒有算一下 他有多少片 有多薄 那是怎麼擺放的方式 都有餐 原來是說一片一片這樣子疊著放 當然看不到肉 看不到飯 那不管你怎麼樣外食 多少錢 一百一瓶 一百一瓶 可是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是四百四 四百四喔 他只買兩個 那兩個人兩個便當四四個人 他不吃晚餐 哎呦難怪瘦成這樣 哎呀 我們要學一學 對 那颱風不要來啊 不然一下就吹跑了 這怎麼辦啊 不吃晚餐啊 好 兩個人兩百二 他說那個花椰菜三朵 那那個什麼東西好像就是一個小格子有沒有 高麗菜跟玉米粒 一小格子 高麗菜一小格子 大概是四分之一片 四分之一片的那個菜葉這樣子 好你說問我這樣便不便宜 我講真話我自己做的話可能沒那麼貴 那當然那個方便度來講 一百一這樣子的話應該是還可以 可是你真的認真的問我說外食有沒有比較便宜 當然沒有啦 外食一定是比自己在家裡煮貴個三分之二左右 還是會貴這麼多啊 對三分之二左右 三分之二左右 一定的 你想想看我們剛剛講一個高麗菜 我買一百塊錢 以他那個一格來講的話 對啦 一個高麗菜四十八片 那一個不到一片 當然當然 對不對一個高麗菜我可以做一百分的便當 就覺得我們的便當 老師覺得很奇怪就是飯很多 對 其實在很多營養師都講過了 你應該菜多一點 對 飯要減量 然後菜的量應該是比肉的量還要多兩倍 對不對 那現在沒辦法的話 那怎麼辦 在家裡吃的話 尤其是我跟你講 我實在我要講說我不反對外食 對啦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我外食我不喜歡外食 是因為我不曉得我該吃什麼 以我家早餐的那種等級來講 我實在找不到 找不到跟你們家一樣的等級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就要公佈了四百元吃三到四餐 好我們現場的是楊賢音楊老師 登登登登我們要來公佈了 就是大家都如大家的許願 大家都要二二二就是 四百塊錢怎麼吃兩到三餐 因為我剛才講三到四餐 他說你怎麼越講越多 他說隨便你看你要怎麼吃啊 四百塊錢 要怎麼吃 我要講這種料理其實是簡單的 他叫做韓式拌飯 因為一般很多人在家裡面 不會做韓式拌飯 是因為他太麻煩了 可是我們要講是說 假如說是你問我在外面吃跟在家裡吃 哪個便宜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外面最常有的 而且很少人在家裡做的 那當然我就挑一個是韓式拌飯 對 韓式拌飯你認為在外面吃一餐 一個人大概多少錢 至少兩百多啊 不要那麼貴啦 要兩百多嗎 要啊 好 你看 對你看那邊點頭 要啊你這不值民間疾苦 對不起 我以為才一百 一百 怎麼可能 好 我先講一下 我有把那個韻分拿筆 我稱這個叫做料理的ETF 第一排 第一個ETF 料理的ETF 我有很多ETF 大家跟著我買ETF 服了你 趕快講啊 韓式拌飯 我要先講 那個材料有黃豆芽或綠豆芽 因為現在黃豆芽難買 黃豆芽綠豆芽你買一斤 我要先講豆芽買一斤 我們以一斤來算 一斤假如說綠豆芽是35 那黃豆芽是45 我們就寫成像45好了 紅蘿蔔兩根洋蔥一個 大概45塊 那黑木耳半斤 我算成是80其實應該是大概35左右 算40不是80 40 黑木耳半斤就好 海帶 就是海帶絲40塊一斤左右 還有豆腐乾 豆腐乾大概是一斤 因為我買的是40塊 我不曉得大家買多少 肉絲買一斤 我會建議買雞腿 就是不要買到夯阿雞 就是買一般的那種肉雞的雞腿去骨的 去蒸它一下 然後再剝層 因為雞腿有那個雞皮 那個皮不要拿掉 它是油 那也可以講說你要肉絲 也可以 帶一點點油的肉絲 或者是五花肉 買個一斤180 那剛剛有聽眾說150 你自己決定 那我是算180 高麗菜或花椰菜 我是取花椰菜 高麗菜也可以 高麗菜買一個 所以我們就弄半個就好 好50塊 那有蛋的話 假如說兩餐 四個人的話 我講八個的話 因為現在蛋一斤才36 或是40塊白色的 八個的話大概35塊 所以這樣總共加起來 我不曉得多少錢 你超過了啦 你雞腿肉絲180 你那個什麼黃豆芽45 紅蘿蔔45 你白木耳45 海帶45 你這樣就已經200了 200再加那個差不多啦 差不多 400出頭一點點 好400出頭 好400出頭 我要先講方法很簡單 先要講哪個是可以燙的 哪個是要炒的 像黃豆芽 那些黃豆芽 我要先講還是要 還是要把那個尾巴給去掉 好我們先要講燙的部分 我先講燙的 我先把高麗菜洗乾淨以後 高麗菜不要切一半 高麗菜是剝剝剝一片一片的 洗乾淨以後 切大概一公分的 一公分一公分 多一點的粗的絲 快速燙一下 燙一下 然後濾乾水放在旁邊 或者是花椰菜 花椰菜不要太大片 大概切 用片的不要太大朵的 大概是一個花椰菜 我們剛剛講一個花椰菜50塊 假如說是花椰菜可以高麗菜 就把它燙熟 燙熟就好了 好放旁邊涼的 豆芽把尾巴去掉以後 因為我要講為什麼要去 因為對你的口感吃起來不會有酸味 而且比較好保存 萬一你吃不完的話 所以一斤的豆芽洗乾淨以後 去尾巴洗乾淨以後 也是快速的滾水汆燙 濾乾水 這樣子的方法 然後呢 黑木耳也是我都用燙的 然後海帶絲也是用燙的 所以呢 我要先講這部分 然後肉絲呢 我會有調一點味 比方說我可能要先加醬油啊什麼的 那個大家都自己自己決定 所以我會先準備什麼 我會先準備大概是我的調味料 我會準備兩匙左右的 大概是醬油 一小匙的兩小匙的糖 還有一點點的醋 因為好兩小匙的醋 一咪咪一咪咪的辣油好不好 一咪咪我就知道 趕快 我怕你講不完 我們只剩三分鐘 然後我就該洗的該切的弄好以後 就紅蘿蔔什麼通通切絲 紅蘿蔔切絲 然後要炒香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炒香 豆腐乾先洗乾淨 燙過以後也切出絲 稍微炒香 肉絲也把它炒香 好這樣就有七樣菜了對不對 那前面四樣燙過的 就是我剛剛加的那個調味料 醬油啊黑醋啊那些調味料 拌一拌再加個麻油 點那個芝麻 拌一拌就有七樣菜 一定要分開來擺放 好了我像一個鑄鐵鍋 稍微加四口 稍微大一點的鑄鐵鍋 把私人的飯 私人份的飯鋪上去 把你那些菜分別放上去 然後一個荷包蛋放上去 然後小火開的 有聞到飯的香味 蓋上蓋 不要打開燜了它 要關火燜了它 因為鑄鐵鍋會有厚熱 你的韓式拌飯就好了 那你要淋上什麼韓式辣醬 什麼都可以 看起來就很好吃 你覺得醬那麼多的菜 你覺得一餐吃得完嗎 吃不完 吃不完是不是可以吃兩到三餐 可我也不要兩到三餐都吃一樣的 那你下次可以改啊 可以改像那個什麼 蛋不要放 可以放鹹蛋皮蛋什麼蛋 可以啊 那你那個菜可能 那個高麗菜不要改其他的菜 可是這方法你可以 這樣子的炒法 大概可以放個四天左右 所以你禮拜一吃韓式拌飯 禮拜三再吃一吃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還有禮拜四怎麼吃 你要是去買到越南的那個米餅有沒有 把它包起來然後煎一煎 你看我們四百塊可以吃 對第三天再買一坨麵 來做那個什麼 對要是剛剛時間夠 我們酸辣湯還跑出來了 試試看啦 因為這個方法 我要講是分開來擺 你不要一吃炒一大鍋 對你這樣差不多四百出頭而已 對 那你四百出頭說實在的 一定有一餐就是那個韓式拌飯 對你看那個肉也多對不對 一斤的肉很多你不要看 然後還有蛋嘛對不對 我們連蛋也放上去了嘛 所以這樣兩百塊錢吃四個人 我覺得是划算 不是 一百一啊 沒有剛剛那韓式拌飯多少錢 兩百多啊 是啊 費用的便當一百一啊 對啊那他還兩個人這樣子 我們這樣吃四個人還飽飽飽的 假如沒有鑄鐵鍋 對四個人吃 假如沒有鑄鐵鍋 平底鍋也可以喔 平底鍋也可以 因為我不太喜歡用中華炒鍋 我怕會焦 可是平底鍋你也是先加熱一下 然後把飯怎麼鋪上去 也是有微微的聞到飯香味 再加一點小火 因為平底鍋沒有後熱嘛 沒有後熱的程度這樣公用 所以稍微有點焦香味 鍋巴出來味道 這樣就好 就是要全人蓋的蓋子 那你要吃剛剛那些醬子把它淋上去 你看可以變成飯 然後可以變成那個 米餅 越南的 越式的那個春捲 那你可以用台灣的春捲也可以啊 煎一煎 這樣多好 欸對耶 這樣一次一個禮拜後 做好一次有三天可以吃對不對 多好 所以四百塊吃三餐啊 對 你會不會便宜 有沒有比外面 有沒有只累一次 就累一次而已 而且也不是那麼難做的菜嘛 對不對 好我們待會把老師的菜摟下來 因為時間其實是有點緊 我們把它那個記下來 我這邊其實有記啊 我們記下來之後 也PO在粉絲團當中 讓大家同步看到 而且你可以知道 他的精神就在了 他的菜量一定很多 而且顏色一定很漂亮 做法一定很簡單 對 所以我們有什麼顏色都有 那你還甚至於你可以加菇類的 炒一炒菇類也可以有啊 對不對 你看像這樣的方法 你不覺得像這樣菇也不貴啊 好 今天真的沒時間了 酸辣湯包 下個月 其實這個買個豆腐 你就可以做了啦 我們謝謝 好 謝謝楊老師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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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